美国再次炒作2027攻台节点 究竟是真是假 我军战备水平 透露出重要信息 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在美国五角大楼有这么一个惯例 美国不管哪个军种 凡是想要向国会要钱的 就必须得大吵特吵中国威胁论 把解放军往宇宙第一吹 那就对了 而如果要是对国内民众进行宣传 那中国就是不堪一击的 好巧不巧 最近正是美军一年一度上报军费预算的时候 美国印太司令部也开始了一年一度的表演 这两天美国印太司令在听证会上说 所有迹象都表明 中国有望在2027年做好武装统一台湾的准备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这次听证会的主题是 美国在亚太面临的安全威胁 很显然美国对台海还是不死心 首先要说明一点 台海问题是我们中国的内政 别说美国印太司令部没资格干涉 就是他美国总统来了 也得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 所以这场听证会上 一个印太司令对所谓2027年公台节点的说法 完全就是无疾之谈 但是美国印太司令释放的信息却值得深思 他的许多说法还是有实际意义的 很显然随着我解放军实力的进一步增强 美国印太司令部终于意识到 美军已经很难在台海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了 因此印太司令部很可能是在认真思考 该如何干涉台海局势了 但是我解放军也并非毫无准备啊 首先我国国防预算增长幅度是比较明显的 这一点咱们官方其实也说明过 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为了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 但是大家深思一下 现在能够直接威胁到我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又有哪些地方呢 除了半岛 南海也就是台海了 而对我们来说啊 台湾问题的麻烦更加的直接 也更加紧迫 因此在这个方向 肯定也是咱们投入力量比较多的地方 其次啊 我国空军现役战机的换装速度在加快 在这几次央视军事的报道中啊 能够很明显看出 歼16和歼20的出境率是越来越高 曾经在我们眼里最为神秘的歼20战机 现在几乎是家喻户晓 耳熟能详了 这充分说明了一点 那就是歼16和歼20的保有量 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根据相关消息显示啊 几乎所有重要的空军单位 都换装了歼16和歼20战机 这意味着我国空军的实力 已经到达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最后啊 近几年我解放军针对性的军事演习的频次也多了 据海事局的消息啊 18号当天 渤海南海海域都进行了数次军事演习和实弹射击 而根据东部战区随后公布的消息 我军针对性的开展了反潜防空和反导等海空联合演习 除此之外呢 我军抢摊登陆演习的频次同样也不低 从总体情况来看 我军的备战水平恐怕是要超乎美国印太司令部所想象的 说实话 本应该风平浪静的台海 此时此刻已是山雨欲来 丰满楼乱 我相信啊 其实很多人内心都抱有着那么一丝丝的期待的 这2027年到底是不是公态节点呢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能说的就只能是统一 那是注定的 各位也没必要多加评论 听从国家统一的号令即可 是不是呢 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